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2005年开始拍《车身密财作》 因为我开始学着雕塑 我发现做雕塑根本没法表达我的内心 我发现摄影因为身体的消失 很容易能把我的内心感受表达出来 就是长城吧 我觉得我应该做长城 我的最长的意思应该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因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从早上特别早一直到晚上天黑 整整站了一天 我个人喜欢iPhone 不是iPhone 太贵了 我用了 我曾经买了24个手机在我身上 是魅族 我都喜欢 幸福就是你想完成的事情 你都能慢慢地把它有不如地完成解决掉 我觉得这挺幸福的 我喜欢肖夏 从一个艺术家角度讲 我觉得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引起一些关注 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就是那些 我们每天都看到 但是又习以为常 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深的问题的一些场景 所以说其实每个地方都应该关注 我微信和Instagram都有 但是在国内看不了Instagram 因为这是我长期的一个生活经验 积累成我现在的作品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适合我 也是只有我能够把它给说清楚的一个形式 我要准备第二天我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要预先想到 我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team 像在纽约 在巴黎 在意大利 还有在国内 我有自己稳定的像自己帮我画画的人 和帮我做摄影的人 因为我严格 我是用丙细色来往我身上画 其实不多 只是把我正面涂满 其实从颜色本身来讲其实并不多 简单 执着 深刻 正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